阿伯伯伯,我是雷小艾米药剂师 我在这里分享药物、保健品 性健康以及药剂师工作都是免费的 我也没有卖任何的产品 所以不会突然间被业配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苦苦支撑的我 而且你又可以学到有用的资讯 何乐而不为呢 今天要谈的是维生素B12 让我们来检测一下 你们有没有以下缺乏维生素B12的症状 以及什么人很容易缺乏维生素B12 而需要补充 影片的最后我会分享 我真实见过缺乏维生素B12的案例 上项缺乏维生素B12的症状 第一个症状 常常觉得疲累 虚弱 而且头晕 你觉得疲劳啊 累啊 头晕啊 气短这些 其实都是贫血的症状 那贫血和Vitamin B12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需要足够的Vitamin B12 它才能够产生健康的红血球 我们血里面有白血球啊 红血球啊 然后这个红血球呢 它就是负责把我们的体内的氧气 输送到我们各个细胞 让它们充满能量 当Vitamin B12不足的时候呢 让我们身体无法产生健康的红血球 反而会产生畸形的红血球 而这些红血球无法带这些氧气去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 我们的身体得不到足够的氧气供应 我们的人就会觉得疲劳 虚弱 气短 甚至有头晕的现象 如果你常常觉得疲劳 头晕 那么你就要注意一下了 你缺乏维生素B12的第二个症状 手脚有被针刺的痛感 之前我在谈疗病的影片曾经说过 血糖膏会破坏我们的神经 造成我们的手掌麻麻这样然后可能会有被针刺的感觉 聪明的你一定知道了 维生素B12也是和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关系 我们需要维生素B12来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健康 当身体缺少维生素B12的时候 我们的神经线能力发炎造成一些障碍 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有手脚被针刺的感觉 缺乏维生素B12的第三个症状 认知障碍 当体内的维生素B12不够的时候就会产生 注意力无法集中 记忆力衰退 思考困难等等的状况 有些人可能还会做出平常会做出的举动 比如说这个是有一个CAS 有一个老婆婆 她平常是还蛮健康的啦 只是她被孩子发现了她生吃一些东西 然后孩子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 之前都不会这样子 就带这个老婆婆去看医生 结果警验然后发现 这个老婆婆体内的维生素B12是不够的 浓度不足 疑问之下 原来这个老婆婆她已经吃素了20多年的时间 她吃素了这么多年 其实就是缺乏维生素B12的高风险群 还有什么人群容易缺乏维生素B12呢 这影片还会慢慢的告诉你 但是我们先讲这个认知障碍 研究显示维生素B12的缺乏 可能和失智症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缺乏维生素B12会造成认知障碍 有可能是因为大脑的氧气不公 再加上大脑里面的神经被破坏 刚刚分享的三个症状 你中了哪几项呢 不过就算你符合这些症状 你也不用太担心 有很多慢性疾病都有类似的症状 这样不是应该要更担心吗 可能有更严重的事情 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 正视身体不舒服的毛病 然后安排去做检查 这样子呢才能够陪伴身边的人 长长久久哦 其实现代人是很少会缺乏维生素B12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吃的营养均衡 而且我们的身体本身是可以储存维生素B12的 只是我们不能够自行合成这个维生素B12 是的我们人类身为高等生物是不能够自行合成这个维生素B12 而需要从食物中获取 就跟我们的维他命C一样 正因为我们需要从食物中获取维生素B12 所以长期如素的人呢 他们有一个高风险缺乏维生素B12 长期群素则会缺乏维生素B12 因为维生素B12大多存在于肉类食品和蛋奶类 一开始吃素的时候 还不会有这些缺乏维生素B12的状况 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有库存 时间越长库存就慢慢的被消耗掉 库存就没有了 就跟我银行里的存款一样 这个时候缺乏维生素B12的症状才会慢慢的浮现 这个也解释了刚刚那个老奶奶的情况 第二个高风险群就是肠胃功能不完全的人 刚刚我们提到维生素B12需要从食物中获取 但是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维生素B12 又是另外一回事 喝酒会影响维生素B12的吸收 所以如果有长期喝酒 大量饮酒的人应该要补充维生素B12 当然最好还是少喝一点啦 有动过切除胃部或者切除肠的 人呢也是高风险缺乏维生素B12 所以医生通常会给一个服务 因为这些人群呢可以吸收维生素B12的地方已经减少了 那我以前看过那个真实案例的一个小宝贝 他出生的时候呢 他的妈妈就发现到他好像不会大便 然后他肚子就一直脏脏的 结果去检查发现到他的肠发育的不是很好 是好像纠结在一起了 所以最后要进行手术 把那个不好的部位拿来切掉 所以他小小年纪呢就经历了一场大手术 那医生也有给他补充这个维生素B12 那个宝贝很cute 然后我觉得他的妈妈真的是很伟大 第三种高风险缺乏维生素B12的人群呢 就是吃特定药物的人群 第一种药就是胃药 因为长期使用胃药呢 会减少我们胃酸的吸收 但是如果我们人体要吸收维生素B12 是需要胃酸的帮忙的 当你的胃酸减少 那么你吸收维生素B12的效率就会降低 第二个药就是糖尿病药 Metformin 长期的使用Metformin 会造成我们体内的维生素B12下降 如果你是属于这三种高风险群 又有缺乏维生素B12的状况 你可以去看医生抽血 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维生素B12够不够 那如果你是高风险群 但是没有状况 比如说你是吃素的人 那么你可以去压介行询问这个维生素B12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缺乏维生素B12会造成疲劳 气短 头晕的现象 也会损害神经造成手脚如争刺的感觉 更会造成认知障碍 需要补充维生素B12的人群 包括长期吃素的人 腸胃功能 不完全的人 还有吃特定药物的人 感谢看到这里的你 谢谢你的热情学习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帮助 或者喜欢我本人的话 请给个赞并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我是瑞彩米娅机师 我们下次见 拜